这个宇宙是由光能和暗影组成 这些古老的力量流经所有物质和能量 在我们的太阳系中还有更远的地方 但这一点并非为我们熟知 当旅行者到达我们的太阳系 人们称其为许多事物 一艘飞船 一个星球 一位神 它的出现 启堤和引发了巨大的变化 一些卫星和行星被地球化 我们的寿命增加了三倍 我们发射了殖民飞船 在我们以外的世界定居 这就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但就像所有黄金时代一样 注定走向崩溃 旅行者被一个古老的敌人所追赶 一个来自暗影的声音 他找到了我们 人类失去了一切 旅行者用尽最后力气 击退了他的敌人 创造出了新的东西 机灵 在大崩溃之后的黑暗时期 机灵选择了第一批复光者 他们是被赋予了旅行者光能的不朽勇士 在那些日子 人类面临诸多危险 来自我们系统之外的入侵者 蜂拥而至 被称为堕落者的海盗 前来大肆掠掠我们黄金时代的存留 炮战的卡巴尔 对我们的领土和资源 苦视眈眈 妄图征服 邪魔族 死亡的贪婪崇拜者 想要满足自己炼狱般的贪欲 还有Vax 以机械之身存活至今 妄想将我们的世界 变得跟他们一样残暴 我们也彼此奋力相争 一时间 风烟四起 但最终 我们种植成城 去重建 去复兴 在旅行者的带领下 建造了一座城 地球最后的安全城市 在这座城市 人类过上了和平的生活 人类 地球原始的居民 Exo 黄金时代的奇迹 绝行者 绝行者 同时被光能和黑暗所触摸的民族 赴光者 庄严宣示 保护圣城 几百年来 他们赢得了 守护者的称号 太坦 力量和勇气的典范 树式 奥秘术法的博学宗师 还有猎人 聪慧敏捷的勇敢冒险家 守护者知道 只有团结一致 方能无坚不摧 而现在 有人威胁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我们 黑暗舰队步步紧逼 将我们逼到了第二次大崩溃的边缘 我们最大的对手 那个暗影之声 昭然若接 一个拥有难以想象力量的存在 见证着 但我们并没有失去所有 每天都有新的守护者在崛起 共同捍卫我们太阳系内外的 未来